发现敬拜的丰富 这本书是按照我读神学的时候 我的院长Edmond Carney 他的教会论跟敬拜学的理念编创的 我就自告奋勇地开始翻译这本书 很明显地没有完成 但是这里至少把前面那一段的 圣经中的敬拜 或者说的更详细一点 敬拜的圣经神学 敬拜的圣经神学 或者说从旧俗历史看敬拜 那一段我是翻译出来了 我在说一次 曹菅永生神是克罗尼写的 我的院长克罗尼 他的中文书有 有《揭开奥秘》和《天命与你》 至少这两本 还有《圣经信息》的系列的比特前书故事 中文有这三本 英文当然不只好 克罗尼 曹菅永生神 这个不是他写的 但是是按照他的神学编程的 Discovering the fullness of worship by Paul Engel 这里是敬拜的圣经神学 或者是从旧俗历史看敬拜 或者说从基督为圣经的中心看敬拜 好 罗马字二 第二部分 敬拜上帝的指引 你旁边可以写几个英文字 英文字母 PCA 空档 BOCO PCA BOCO 或者BCO 这个是 这里是我所读的 感觉中的中派 我们的会章 Book of Church Order 里面关于敬拜的指引 英文字 Directory for Worship 敬拜的指引 自从宗教改革以来 是长老中 而尽信会是从长老中那里 分出去的 本制度更生的 自从宗教改革 也就是说自从教尔文时期 就有这个东西的 不过一代 每一代都会写自己的敬拜的指引 那既然说是指引 就不是硬性规定的 很细的礼仪 比方说圣公会有公导书 Book of Common Prayer 另一边是自由敬拜弟兄会的 什么程序都没有 事实上有了 我常常的弟兄会教会讲到 在一个完全把礼仪写出的礼仪 教会和完全的自由敬拜之间 改革中的路线 有一些的原则 那这个是我们这一代的 我的宗派是1973年创立的 我们这一代的 把改革中的敬拜的原则 再表达一次 我都还1973年 好 罗马智三崇拜音乐传统化现代 是我写的 那这篇文章收在华府的 怎么叫的 一百克里面 不过呢 原刀是英文的 就更长 中文就没有那么长 但是也足够表达一些 传统圣诗跟当代 敬拜赞美之间 我们何去何从 好 罗马寺 第四部分 威宁师的信仰道白 这里我收集了 论基督徒的敬拜 安息日 论教会 圣徒相通 圣礼 洗礼和圣餐的部分 好 所以第一部分是圣经神学 第二部分 第一部分是圣经神学 第四部分是神学 或者是信仰 第二部分呢 是从信仰 引申出来的 对教会的指引 guidance direction 然后呢 第三部分是我个人的一些的解释 或者是透视 我的perspective 另外各位手上的有一本是宋赞诗歌选集 首先什么是宋赞诗歌呢 宋赞诗歌是1967年 台湾 台湾当时有 有至少两个美国的改革中的宗派的所拆开的宗教室 就是 Ornodox Presbyterian Church 正统 长老会和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改革中教会 比较有荷兰厚义的味道 他们的两个宗派的代表性神学院分别是威尼斯的宗教的神学院 那这两个宗派当时拆开到台湾的宗教师就编了一本 改革中的宋赞诗歌 那这本诗歌呢 除了我所知道除了在福建厦门 就是1949年之前 厦门有很改革中味道很浓的诗歌本以外的 是我所接触到唯一我所知道的 改革中的诗歌本 怎么意思呢 一本改革中的诗歌本呢 肯定有很多很多诗篇 事实上今天2013年 在中国大陆已经出版了一本 诗篇从1到150 都编成能唱的诗歌 那这里呢 我就收集了这本1967年 出版的宋赞诗歌里面的 好些的诗篇 还有一些很有代表性 很有改革中神的代表性一些的诗歌 这圣诗 这里写了大概 大概60到70首 当然我盼望各位 经过我们介绍之后 善用这些的诗歌 我不是获准来复印这些的诗歌 我是获到赦念 I didn't ask for permission I didn't ask for forgiveness 从唐崇崇崇牧师的哥哥 他当时很可能 不晓得当时是不是 至少他是属于这个拆会的 但是这个拆会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我是有通知唐牧师 是Dr. Peter Tom 常从平牧师 平安的平 常从平牧师的 所以各位可以平平安的去再复印 因为这个机构已经不存在了 这本诗歌本已经很久没有用了 我到台北 感觉中神学院也是从书家里面 要把那个尘灰掉的 拿出来教神学生的 换言之 今晚明晚跟经济六 我们这四段的课程 是用四条线制成的 我一般开课程 各位都知道 特别上一次 是很系统的 超系统的 超理性的 超哲学的 超困难的 这次呢 因为题目的内容 和我自己的心路历程的缘故 是超不系统的 超非理性的 超组织很差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同时要交代四件事 第一 静拜的圣经神学 也就是说 从整个约的神学 从旧属历史 从基督式圣经 新旧约的中心 这个角度怎么看静拜 那这个朝鲜有生成的内容 所以我们把这本书 大概一半放在这里 第二 我们要交代改革宗信仰 怎么看 静拜 那我以威比斯的现象告白 作代表 当然这个不是改革宗的 静拜学的全部 我只是轻轻点水点一下 所以第二部分是神学 和所谓历史 就是我们的传统 我们的静信会的传统 是从加尔文来的 你想要得到证据吗 没有问题 现在元团七处版社所出版的 当代 静拜与圣乐是吧 这本书 紫色跟白色那本 厚厚的本呢 那本是一本标准的上一代的 静信会社会教授写的 Donald Houston 当你读到教会历史 他是静信会的老师嘛 读到教会历史上 我们应该参考哪一个 静拜主日成拜的礼礼呢 他首选加尔文 我也想要一套 这一位静信会老师 是懂他自己的历史怨言的 你是静信会的会友 你懂得你的老祖宗就是加尔文 是对的 同样的 香港的静信会主版社 上一代所用的 宋祖新歌 是己哲生老师演的 纪念的纪 哲学的哲 圣灵的证 我这个长老会 改革中老 翻开这个静信会的诗歌本 唱起来是非常的 fuel at home 为什么 他知道 一本静信会的诗歌本 应有的宗教改革的营养是哪些 所以你看到这长老会 用它本事同根绳 本事同根绳 再来第一是圣经神学 第二是宗教改革语的历史和信仰 第三是唱诗 我们会唱很多的诗篇 很值得的 音乐 第四是实际上的 静拜 静拜的实际 这四方面 圣经 历史与神学 音乐和实际 所以我们上课的形式比较像 像沙拉 为了是各位不要把静拜当的一堂皇上 找基督教的教义神像来上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上课开始 请各位拿这本宋赞诗歌选记 我们要来唱第28首 唱之前请各位翻开圣经到诗篇138篇 诗篇138篇 八节的诗篇 诗篇138 请弟兄们读单素杰 姐妹们读双素杰 弟兄们来 我要一心称谢灵 在诸神面前歌颂礼 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 为你的慈爱和诚实 称赞你的名 一定是你的话显为大 或如一所定义的 我不求的日子 你这一运火 五运火 使我心里有能力 耶和华 地上的君王 都要争献你 一定他们能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 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 因耶和华大有荣耀 耶和华随高 任何难苦逼为的人 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 我随行在患难中 你必将我救活 我的仇敌他怒 你必伸手抵打他们 你的右手远离救活 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 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求你不要离心迷守所到的 我们有个人灵修习惯的读起这篇诗篇来 并不陌生 诗篇常常会提到这些的题目的 我们再来读一次 姐妹们读单数节 弟兄们读双数节 姐妹们来 我要一心称借你 在诸神面前歌颂你 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 为你的慈爱和歌诚 神诚存在你的命 听你使用的话 先回答 过于你所允许的 我不朽的日子 你就定于我 鼓励我 使我心里有能力 耶和华 地上的军王都要声谢你 你应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 他们要了各种别华法的作为 因别华法大有语教 别华法是一号 能看住地位的人 他越总远速看住骄傲的人 我追醒在灌烦中 你一将我救活 我的仇敌他母 你必伸手抵达他们 你的右手也必救我 耶和华 你成全关无我的事 耶和华 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道 手上的诗歌选择第二个八个 我们先来唱简谱 多瑞尼 之后呢 我们来唱 这首诗歌有四节版 诗篇一百三十八篇 先弹 我先弹一边 或者我一边弹一边 我们一边唱简谱 来 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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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